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首先锤头鲨是一把紫色武器中能召唤鲨鱼的武器 攻击方式是锤机地面产生震荡波召唤鲨鱼向上撕养 伤害高达32点 并且能够对敌人造成眩晕 可惜这把武器不能暴击 不然输出能力在全武器中名列前茅 而且锤头鲨的攻击还可以抵消弹幕 众所周知锤头鲨可以通过激光加粗天赋 以及刺客的影盾技能外加狂战士雕像以此来完成超大范围攻击 想给大家展示一下但是条件有限 我只有刺客还有锤头鲨 其他的靠运气 就是没想到净图之后 我发现我的运气不知道是好是坏 在地牢第一关第一张图里 我遇见了导师 这是刺客的梦想强化属性 可以在隐身期间无法选中 免疫所有伤害 本应该开心的事情结果我都导师告诉我 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 然后我就发现我金币不够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刷完了所有的地图 然后发现我还少两个金币 这种糟糕的心情 让我含着泪水进入了下一个关卡 先被火药桶炸一下破盾 紧接着被精英怪一下子打死了 我整个人都猛逼了 紧接着复活后 我过五关斩六将来到神秘商人这 发现这里居然有死刑雷射 然后我发现居然还是买不起 我当时就在想 策划你是不是故意的 没办法我只能去打boss 打完boss有了金币之后 我发现我可以原路返回 果断买了死刑雷射 本以为这把僵尸爽局 结果刚进去第二关 被一道电流碰了一下 我就没了 让我有点猛 游戏结束的有点莫名其妙 你说还有比我这更惨的吗